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牛顿跟拉格朗日的这个石头的时代背景 一个是16多少一个17多少 好再往前就是1450到1550的时候 他再算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完之后呢 就是那个茄利月跟科普勒的时代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就是 笛卡尔出现之后 笛卡尔及西级的出现之后 当然就是维基分的牛顿 牛顿是三大数学家 另外两个一个就是西线200年前的阿基米德跟这个高师 好那三大数学家里面 其实他们做的都是很广泛的 就是说都不只做数学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在牛顿跟这个高师中间 再找两个比较伟大的 我想一般公认大概就会是选 欧拉跟今天要讲的拉格朗日 那拉格朗日是法国人 欧拉是瑞士人 那牛顿是英国人 那英法这两国其实在这时候真的是蛮对立的情况 我们可以再把整个时代背景再稍微了解一下 好 所以就是说那时候 欧洲正好30年战争结束 就是那时候主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的时候那在打战的那时候打得非常的惨打得非常的严重 好那这时候英国英国的话在15多少的时候刚好是伊丽莎白 所以伊丽莎白结束之后好像是詹姆士一世 那接下来是查理一世 查理二世 那接下来是詹姆士二世 那接着呢在发生了光荣革命之后就变威廉三世 好那在光荣革命之后 因为光荣革命的关系 英国跟法国又有一些交恶 因为这时候路易十四好像想要就是帮助詹姆士二世 反正就是这时候从光荣革命完之后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个叫做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 对一直打到那个打到拿破仑结束 好那这时候法国 对法国的话我们再稍微来回顾一下 这时候法国这时候七年战争 这也是一个英法打得蛮惨的 那有人说有人说这个也可以把它叫做怎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真的是打的参加的国家非常的多 好那最后呢就是法国算是输的 英国算是赢了 好那这时候英国就变成日不落国 那签订了巴黎合约 好那晚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法国又要帮美国 因为主要是要对抗英国 好那因为打了这么多战 后来后来法国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对那这时候在科技上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 他要开始准备进入工业时代 也就是在英国的瓦特 把蒸汽机在做了一些改良 好那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其实重要的数学的部分就是 你要去了解 如果今天要牛顿之后呢 就是欧拉 然后拉格朗 就是跟高师 我觉得这几个大数学家 当成我们数学史的时间轴 是蛮重要的 我们来说这一段时间的 我们来说这一段时间的 好那边的质人 非常好